抗癌鬥士陳彥晴 台灣第一個登上奧運的女子拳擊手 雖然曾經兩度挑戰五環殿堂 但卻是第一次出身亞運 面對杭州亞運處女秀 心情既期待又興奮 努力調整狀態準備拚金彈贏 更要一舉拿下巴黎奧運參賽門票 我覺得就是很新鮮 因為亞運就是從來沒參加過 然後不知道奧運跟亞運的規模 是有差多少 但是因為有過奧運的洗禮之後 會對比賽更加的慎重 然後更加的去注意一些細節 去準備自己的狀態 巴黎奧運全級項目量級改制後 今年開始陳彥晴也從69公斤級 改打66公斤級 減重後身形明顯小了一號 瘦身對他來說根本不是問題 但在攻擊節肉上 就得要重新適應不同量級的打法 對他來說是不小的挑戰 就是因為降量級啦 所以就是有維持身材 66公斤的那個整個速度 還有整個反應 還有整個 我覺得整個節奏都是一個 要一直去適應 畢竟你看 我打66 今年才打兩場而已吧 那個 我還需要 還需要很多的經驗 對啊 所以你看接下來直接亞運 哇 念琴加油 轉戰量級的陳彥晴 儘管有壓力 還是選擇正面迎接挑戰 就如同他在2019年罹患淋巴癌 仍奮力跟病魔奮戰 26歲的他心態越來越成熟 也學會藉著獨處 讓自己靜下心來思考問題 比賽不再患得患失 訓練上著重細節 只要做好準備 就會邁向勝利 心態 我覺得對於比賽 我比較能夠看看 我就覺得說 好好的準備每一場比賽 然後在訓練上 我把每一個細節做好 那個奪金 我放在最終的目標 它一直都在那邊 那是一個目標 那我不要一直去想它 我要想的時候 我當下做好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想之後 就不會給自己 那麼大的一個壓力 然後反而會是更注重說 現在的事情做好 身經百戰的陳念琴 靠著毅力克服難關 雖然是第一次征戰亞運 卻有學妹一起作伴 同樣是亞運國手的吳施宜 主打六十公斤級 不僅身材身高占有優勢 出拳的力道也十分到位 而陳念琴則著重技術 兩人在訓練上相輔相成 帶給彼此不同的刺激 要攜手邁上奪牌之路 因為施宜是輕量級 它的速度反應敏捷都會更快更好 那相對的我可能在比賽當中 也會遇到這樣子的選手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首先是訓練的一個氛圍吧 念琴在訓練的氛圍上 是非常值得就是我非常欽佩的 然後在一個攻擊模式上 也非常的有組織 所以我也在嘗試把它融在我的 就是攻擊模式這樣 基本上我的模式還是會跟以前一樣 只是我會更願意去做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然後至於能不能做到 就是我現在正在努力進行的那一塊 第二度征戰亞運的吳施宜 過去一年歷經肩膀傷勢 曾經休息了大半年讓她陷入低潮 幸好今年二月的金腰帶摩洛歌戰 打下銀牌後找回信心 如今又加入新團隊 融合不一樣的技術 打法上更進化 打出更過往不一樣的風格 現在已經完全好了 然後那段時間其實是復健的部分 比較辛苦一點 那現在是完全康復的狀態 因為加入柯老師這邊的團隊 有學習到一些 我認為需要加強的地方 例如防守 然後進攻完之後 有一些延續的動作 我覺得是我可以學習的 那最近就是在多方面嘗試 然後看看哪一些技術可以 增加到我的平常的一個打法裡 施宜這個部分呢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企圖心特別好 那對於這次的這個亞運 他自己本身也非常期待 能夠在這次亞運 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吳施宜上屆亞加達亞運 止步十六強 如今加入新團隊挑戰新打法 訓練新技巧 這一次杭州亞運會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鎖定金牌 亞運我希望當然是金牌 但是目標是奪牌 對 奪牌不是說說而已 陳彥勤與吳施宜 面對各國好手 已經做好萬全準備 要在杭州拿出亮眼表現 一舉站上頒獎台為國成光 就讓我們一起為他們加油吧 對 對 對